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谷海的諾雅方舟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貼心提醒記得開啟CC字幕喔 今天要來聊聊的個股 就是瑞宜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瑞宜光電,成立於1995年 是國內第一家專業從事背光模組研發與製造之廠商 主要業務內容為背光模組織設計、製造、組裝及銷售 資本額新台幣46.5億 上市日期2002年,股票代號6176 在TFT LCD產業結構 上游為LCD材料 有玻璃基板、彩色綠光片、背光模組及驅動IC等等 在膠油、中油、LCD面板製造與模組組裝 再到下游的應用 包含消費性電子產品、資訊工業產品、通訊產品等等 涵蓋的範圍也相當廣 瑞宜是背光模組廠商 是屬於上游的部分 瑞宜光電的背光模組 尺寸基本上是大中小通吃 因此在下游的應用產品上就相對較多 108年度,產品營業比重 背光模組及材料占比99.99% 看得出來,瑞宜就是致力於背光模組及材料 背光模組主要服務的項目有很多 有VR、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等等 基本上LCD面板都需要背光模組 為什麼LCD面板需要背光模組呢? 因為液晶本身是不會發光 所以為了要顯示LCD上面的內容 讓使用者可以清楚看到 就要在LCD背面 加上一個可投射出光源的背光模組 使光線透過LCD後 將資訊傳遞到使用者的眼中 因此背光模組為LCD面板的關鍵零組件之一 而背光模組主要由光源、導光板、光學用模片 其他機構件等組成 108年度銷售地區的部分 外銷占比90.94% 占比相當高 較107年度減少 內銷占比9.06% 較107年度增加 可以看得出來 瑞宜主要是以外銷為主 營收地區別的部分 根據聯報資料 將它轉為圓餅圖 可以看到 在中國大陸地區占比最高 有61.8% 其次是韓國 占比有18.4% 其他國家與台灣的占比分別為10.8%與9.1% 基本上還是以中國大陸為主 瑞宜光電主要的客戶也是世界知名大廠 像是友達、群創、夏浦、LG、三星等等 接著來看一下近幾年的財務資料 營業收入的部分 可以看到只有在2016年是減少一點 但2017年隨即拉升 直到2020年都維持一定水準 但也沒有出現大幅度的成長 不過在營業毛利的部分 從2017年開始是一路往上越來越高 算是很好 在營業利益的部分 也是一路往上的走勢 代表營業費用有在控制 但是營業外收入及支出的部分 2017年與2020年是呈現損失 從財報上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可以看到是其他利益及損失這個項目 損失最大 再從財報仔細看 可以發現原來是外幣兌換利益有較大的損失 2017年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一樣是其他利益及損失 這個項目損失最大 一樣仔細翻閱財報可以看到 也是外幣兌換利益所造成 瑞宇主要是以外銷為主 108年度佔比是高達90.94% 因此當台幣升值 可能就要留意會損的部分會不會出現 稅後盡利的部分 2017年之後是呈現一路走深 但是2020年受到業外影響 是稍微減少一點 美股盈餘的部分 基本上跟稅後盡利相同 2017年後是一路往上成長 可惜 2020年受到業外影響 稍微減少一點 但整體來說還算不錯 負債比的部分 近幾季都是40幾% 50幾% 算是正常 主要是短期借款 與應付賬款較多 應付賬款是什麼 舉個例子來說明你就懂了 當你製造汽車需要零件 因此你向廠商叫貨 廠商也將貨給你了 但是你卻沒有全部結清款項 這個買零件所產生的營業費用 尚未給付給廠商的錢 就被稱為應付賬款 也就是支付營業成本的款項 尚未結清給付的部分 而應付賬款基本上是不用利息 因此應付賬款佔比高 除了資金應用更為靈活之外 也代表公司對上游廠商 是相對有溢價能力 股利政策 根據GoodInfo資料 是連續20年都有配股或者配息 也就是上市之後連年都有配 前期還有配股 近幾年都改為配發現金股利 近15年云雨分配率 平均為67.1% 算是還不錯 近15年殖利率 平均為6.58% 算是很好 本益比的部分為11.17不高 股價淨值比的部分為1.99不高 瑞宜也是持續在研發新的商品與技術 其中的Mini LED背光模組也是一大亮點 在Money DJ理財網的新聞上 可以看到瑞宜2021年的資本支出將增加 Mini LED背光模組新品也將量產 這些都是成長動人 還有車載面板的部分 現在車上的螢幕越做越大快 連衣標板也是開始做數位化 這些都是新的商機 也是成長動人 再來是一個比較不利的地方 就是新的技術一直推出 像是近年出現的有機發光二極體 OLED OLED是屬於自發光源顯示器 有較佳的光源利用率 且具高亮度、廣視角及耗電量低的優點 正因為是有自行發光的特性 不需要背光 所以對背光模組的廠商就會造成影響 不過TFT LCD面板技術也是持續在進步 上游原材料一直突破是主因之一 所以TFT LCD的顯示效能也是持續在進步 再來看看還原月線圖的走勢 雖然2015年、2016年有拉回的走勢 但整體的走勢仍是一路震盪往上 還算可以 再來看一下歷連EPS的走勢圖 來做一下比較 一樣在2015年、2016年的EPS也是呈現拉回 骨架走勢也是跟著拉回 整體來看 骨架的變化還是緊跟著EPS的走勢 再來看看日線圖 從突破季線之後 就是沿著季線支撐震盪往上 方揚季線形成關鍵的支撐 回側假跌破後是持續往上進攻 近期的走勢是持續震盪往上 均線是形成多頭排列的組合 整體來說是多方的格局 在籌碼的部分 投信近期是開始著墨 持股比例是持續上升 是不是投信也開始在期待什麼呢? 以上的資訊分享給各位朋友囉 本頻道沒有建議任何買賣操作 單純分享資訊 以上分享皆為個人心得 本能無邀約推介之行為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如果有想要分析的個股 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喔 咱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